十曰,处事虚存心上任,修身切记寸边儿,常言刃子为生意,但要三思戒怒其,上是无争传亘古,圣人怀得既当时,刚强更有刚强辈,究竟终成空与非,却说那镇原大仙用手掺着行着道,我也知道你的本事,我也闻得你的英明,只是你今番月里七星,纵有疼呢,托不得我手。 我就和你讲道西天,见了你那佛祖,也守不得还我人参果树,你莫弄神通,行者笑道,你这先生好小家子呀,若要树火,有甚疑难,早说这话,可不省了一场争镜。 大仙道,不争镜,我肯擅自饶你,行者道,你解了我师父,我还你一棵火树如何?大仙道,你若有此神通,依得树火,我与你八拜为交,结尾兄弟。 行者道,不打紧,放了他们,老孙管教,还你火树,大仙让他走不脱,急命解放了三藏,八戒,杀僧,杀僧道,师父啊,不知师兄倒的是什么鬼离,八戒道,什么鬼,这叫做当面人情鬼,树死了,又可依得活,他弄个光皮散好看,褶住求医之术,单单了脱身走路,还顾得你和我离,三藏道,他绝不敢撒了我们,我们问他那里求医去。 所以叫道,悟空,你怎么哄了仙长,解放我等,行者道,老孙是真言实语,怎么哄他,三藏道,你往何处去求方?行者道,古人云,方从海上来。 我今要上东洋大海,便游三岛石柱,访问仙龙圣老,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法,管教医的他束火。 三藏道,此去几时可回,行者道,只消三日。 三藏道既如此,就依你说,与你三日之限,三日里来便罢,若三日之外不来,我就念来画经了。 行者道,遵命,遵命,你看他急整虎皮裙,出门来对大仙道,先生放心,我就去就来。 你却要好生服侍我师父,逐日加三茶六饭,不可欠缺。 若少了仙儿,老孙回来和你算掌,仙道他你的锅底。 衣服嚷了,与他将洗将洗,脸黄了仙儿,我不要,若瘦了仙儿,不出门。 那大仙道,你去,你去,定不叫他忍了。 好猴王,急纵金斗云,别了武装馆,静上东洋大海。 在半空中,快如彻垫,急如流星,找到蓬来仙境。 看云头,往下仔细观看,真个好去处,有失为证。 是约,大地仙香烈胜曹,横来分合镇波套。 摇台影战天心冷,聚缺光伏海面高,五色烟霞寒欲赖, 九霄星月射金熬。 席池王武常来此,奉住三仙几次讨,那行者看不进仙境,静如棚来。 正然走出,见白云洞外,松阴之下,有三个老儿为齐, 观局者是兽星,对局者是福星,陆星。 行者上前叫道,老弟们,坐一了。 那三星见了,伏退齐平,回礼道,大圣何来? 行者道,特来寻你们耍子。 寿行道,我温大圣祈祷从事,托性命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。 逐日奔波山路,美邪而得闲,却来耍子。 行者道,时不瞒列位说,老孙殷往西方,行在半路。 有邪而祖制,特来小事欲干,不知肯否。 福星道,是甚地方,因何祖制,岂为名士,无好才处。 行者道,因路过万寿山武庄观游祖。 三老惊讶道,武庄观是镇源大仙的仙公,你莫不是把他人申过偷吃了? 行者笑道,偷吃了能知肾吗? 三老道,你这猴子,不知好歹。 那果的文艺文,活三百六十岁,吃一个活四万七千年,叫做万寿草还丹。 我们的道,不及他多矣,他得知肾意,就可以与天气寿。 我们还要养精,炼气,唇神,调和龙虎,捉砍田离,不知费多少功夫。 你怎么说他的能知甚景,天下只有此种灵根? 行者道,灵根,灵根,我已弄了他个断根粒。 三老惊道,怎得断根? 行者道,我们前日在他关里,那大仙不在家,只有两个小童接待了我师父,却将两个人申过奉于我师,我是不认的,只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,再三不吃。 那童子就拿去吃了,不曾让到我们,是老孙就去偷了他三个,我兄弟三人吃了。 那童子不知高低,贼前贼后的骂个不住,是老孙恼了,把他树打了一棍,推倒在地,树上果子全无。 压该叶落,跟出智商,已哭死了,不想那童子关注我们,又被老孙扭开锁走了。 此日清晨,那先生回家赶来,问达尖,语言不合,遂与他堵斗,被他闪一闪,把袍袖展开,一袖子都隆去了,绳缠锁绑,靠温边敲,就打了一日。 是叶又逃了,他又赶上,依旧龙去,他身无寸铁,只是把个竹尾遮架,我兄弟这等三班兵器,莫想打得住。 他这一番仍旧摆布,将不裹欺了我师父与两师弟,却将我下游过,我又做了个脱身本事走了,把他锅都打破,他见拿我不住,竟有几分错误啊,是我又与他好奖,教他放了我师父,师弟,我与他医术管活,两家才得安宁。 我想着方从海上来,顾此特游仙境,访三位老弟,游甚医术的方儿,传我一个,急救唐僧脱苦。 三星为言,心中也闷道,你这猴全部是人,那阵园子乃地仙之族,我等乃神仙之宗,你虽得了天仙,还是太义散述,未入真流,你怎么脱得他手? 若是大圣打杀了走兽飞擒,果虫临长,只用我熟米之丹,可以救火。 那人身果,乃仙木之根,如何医治,没方,没方,那行者见说无方,却就没风双锁,额促千痕。 福星道,大圣,此处无方,他处霍有,怎么就生烦恼? 行者道,无方别仿,果然容易,就是游遍海角天涯。 转透三十六天,一是小可,只是我那唐张老法爷亮宅,只与了我三日期限,三日以外补到,他就要念那锦固而咒吏。 三心笑道,好,好,好,若不是这个法拘束你,你又钻天了。 寿性道,大圣放心,不须烦恼。 那大仙虽称上辈,却与我等有识,一则久别,不曾败往。 二来是大圣的人情,如今我三人同却望他一望,就与你道达此情。 瞧那唐和尚莫念锦固而咒,修说三日无日,只等你求得方来,我们才别。 行者道,感激。 感激,就请三位老弟行行,我去也。 大圣词别三星不提,却说这三星驾起降光,即往武装馆而来。 那里关中何众人等,呼听得长天鹤里,原来是三老光临,但见呢,迎空矮矮相光促,小岸纷纷相覆域,彩雾千条护羽翼,清云一朵情仙族。 清完飞,丹凤素雨,修饮相逢满地铺,主张玄龙喜笑声,后然垂玉胸前浮,红颜欢月更无忧, 壮体雄微多有福,执星愁,天海雾,妖怪葫芦并饱鹿,万计千寻福寿长,十周三道随元素。 唐来世上宋千祥,每向人间增百福。 盖乾坤,容福禄,福寿无将金喜得。 三老成祥叶大仙,福堂和气皆无几,内仙童看见,急忙报道,师父海上三星来了。 真原则正与唐僧师弟贤婿,文报,急降接凤营,那八戒见了树星,尽前扯住,笑道,你这肉头老儿,许久不见,还是这般拖洒,帽也不戴过来。 所以把自家一个僧帽,扑着套在他头上,扑着手呵呵大笑道,好,好,好,真是家官进路也。 那树星将帽子关了,骂道,你这个夯祸,老大不知高低。 八戒道,我不是夯祸,你等真是奴才,福星道,你倒是个夯祸,反敢骂人是奴才。 八戒又笑道,既不是人家奴才,好道叫做天兽,天府,天鹿,那三藏喝退了八戒,急整衣败了三星。 那三星以晚辈之礼见了大仙,方才续作,坐定,陆星道,我们一向九过尊严,有时恭敬,仅因孙大圣搅扰仙山,特来相见。 大仙道,孙行者到旁来去的,受刑道,是,因为伤了大仙的丹树,他来我处求房医治。 我被吴方,他又到别处求房,但恐为了圣僧三日之县,要念紧箍而重。 我被一来奉拜,二来讨个宽限,三藏文言,连声应道,不敢念,不敢念。 正说出,八戒又跑进来,扯住福星,要讨果的事。 他去袖里乱摸,腰里乱挖,不住地接他衣服搜紧。 三藏笑道,那八戒是什么规矩? 八戒道,不是没规矩,此叫做翻翻是福。 三藏又赤令出去,那呆子足挖出门,瞅着福星,眼部转睛的发痕。 福星道,夯祸,我那里挠了你来,你这等恨我。 八戒道,不是恨你,这叫回头望福。 那呆子出的门来,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茶匙,方去寻中取果看茶,被他一把夺过。 跑上殿,拿着小庆儿,用手乱敲乱打,两头玩耍。 大仙道,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。 八戒笑道,不是不尊重,这叫做四十级庆。 且不说八戒打混乱缠。 却表行者纵祥云离了棚来,又找到方丈仙山。 这山真好去处,有诗为证。 史曰,方丈巍峨别是天,太原功府会神仙。 此台光照三清路,花木相浮五色烟。 金凤自多盘蕊缺,语高谁逼贯之田。 立陶子里心成熟,又换仙人信万年。 那行者暗落云头,无心玩景。 正走处,指纹的相风附附,悬赫声明那必相有个神仙。 胆见,银空万道辖光线,彩雾飘摇光不断。 丹凤闲花也更鲜,青丸飞舞生娇艳。 浮如东海寿如山,貌似小童身体贱。 虎影动天不老丹,腰悬与日长生转。 人间数次将真详,世上几番萧恶怨。 吴帝曾宣家寿领,摇齿美妇盘陶宴。 教化众僧脱俗园,只开大道明如殿。 也曾跨海周千秋,尝去灵山参佛面。 圣号东华大帝君,烟霞第一神仙眷。 孙行者勉面向营,叫声,帝君,起手了。 那帝君慌忙回礼道,大圣,师营。 请荒居奉茶,遂与行者搀手而入。 果然是被缺仙弓,汉不禁有吃穷格。 方作带茶,只见翠平后转出一个铜儿。 他怎生打扮,身穿道服飘下说, 妖术思涛光错落。 头戴冠金不抖星,足都忙旅游仙月。 炼元真,托本壳,功行成实,遂一乐。 识破源流精气神,主人认得无须错。 逃明金喜寿无将,夹子周天管不住。 转回廊,登宝阁,天上盘桃三度墨。 瞄瞄相云出翠平,小仙乃是东方硕。 行者见了,笑道,这个小贼在这里厉。 帝君处没有桃子,你偷吃。 东方硕朝上进礼,答道,老贼,你来这里怎的? 我师父没有闲单,你偷吃。 帝君叫道,曼倩休乱言,看插来眼。 曼倩原是东方硕的道明,他急入离曲茶二辈。 隐气,行者道,老孙此来,有一事风干,为之云否。 帝君道,何事,自当领教。 行者道,尽阴宝唐僧细行,路过万寿山武庄观。 因他那小童无状,是我一时发怒,把他人参国术推倒,一时阻止。 唐僧不得脱身,特来尊处求此一方一致,万望凯然。 帝君道,你这猴子,不管一二,到处里闯祸。 那武庄观镇园子,盛浩宇是同军,乃帝先之族,你怎么就冲撞了他? 他那人参果树奶草环丹,你偷吃了,尚说有罪。 却又连树推倒,他肯甘休,行者道,正是呢,我们走脱了,被他赶上,把我们就当汉奸儿一般,一袖子都隆去了,所以隔气。 莫奈何许他求方一致,顾此败求。 帝君道,我有一粒九砖太也还丹,但能治世间生灵,却不能一树,树乃土木之灵,天资的润,若是凡间的果木,一致还可。 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,武庄观乃荷州洞天,人参果又是天开地皮之灵根,如何可治? 无方,无方,行者道,既然无方,老孙告别。 帝君仍欲留凤玉叶以悲,行者道,急就是紧,不敢久治,虽驾云复至营州海岛,也好去处,有失为证。 是曰,诸树玲珑罩子烟,营州宫却接出天。 青山绿水齐花燕,玉叶昆华铁石间,五色碧基体海日,千年担凤西珠烟。 世人网救湖中景,向外称光亿万年,那大盛至营州,只见那丹牙诸树之下,有几个浩发颇然之辈。 童颜鹤禀之仙,在那里助其饮酒,谈笑鸥歌,真个事,祥云光满,锐爱相扶。 彩鸾鸣冻口,玄鹤五山头,碧鸥水桃为丹酒,焦力火藻寿千秋,一个个丹照无闻,仙福有吉,逍遥随浪荡,散胆认清幽。 周天夹子南居馆,大地乾坤至自由,献果悬缘,对对餐随多美爱,闲花白露,双双拱服甚绸缪,那些老儿正然洒乐。 这行者历声高叫道,待我耍耍便怎的,众仙见了,急忙趋不降营,有失为证。 时约,人身果树林根者,大圣仿仙求妙绝,缭绕丹霞出宝林,迎周九老来相接。 行者认的是九老,笑道,老兄弟们自在立,九老道,大圣当年若存正,不闹天宫,比我们还自在立。 如今好了,闻你归真向西拜佛,如何得下至此,行者将那一束囚方之事,拒沉了一遍。 九老也大惊道,你也特惹祸,惹祸,我等时是无方,行者道,既是无方,我且奉别。 九老又留他饮穷江,时必藕,行者定不肯做,只立饮了一杯浆,吃了一块藕,急急离了营州,静转东阳大海。 早望见洛家山不远,虽落下云头,直到普陀岩上,见观音菩萨在此株林中与诸天大神。 目叉,龙女讲经说法,有诗为证,诗曰,还煮成高锐气农,更观其意是无穷,须知隐约千般外,尽出细微一品中。 四圣寿石成正果,六凡听后托凡龙,少林别有真滋味,花果心香满树红,那菩萨早已看见行者来到,急命守山大神去迎。 那大神出临来,叫声,孙悟空那里去,行者抬头喝道。 你这个熊,皮,悟空可是你叫的,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,你是做了黑风山的诗鬼仪。 今日跟了菩萨,受了善果,居此闲山,常听法教,你叫不得我一声老爷。 那黑熊真个得了正果,在菩萨处镇守普陀,称为大神,事业亏了行者。 他只得陪笑道,大圣,古人云,君子不念旧恶,只管替他怎的,菩萨助我来迎你离。 这行者就端速尊诚,与大神道了紫竹林里,参拜菩萨。 菩萨道,悟空,唐僧行道何出演? 行者道,行道西牛鹤州万寿山了。 菩萨道,那万寿山有座武装观,镇元大仙你曾会他吗? 行者顿首道,因是在武装观,弟子不识镇元大仙,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。 冲撞了他,他就困制了我师父,不得前进。 那菩萨情知,怪道,你这婆侯不知好歹,他那人参果树乃天开地屁的灵根。 真园子乃地仙之祖,我也让他三分,你怎么就打伤他树? 行者在拜道,弟子时时不知。 那一日他不在家,只有两个仙童后带我等,是诸物能晓得他有果子,要一个长心,弟子委偷了他三个,兄弟们分吃了。 那童子知觉,骂我等无疑,是弟子发怒,所以将他树推倒。 他次日回来赶上,将我等一袖子龙去,绳绑边抽,拷打了一日。 我等当夜走脱,又被他赶上,依然龙了。 三番两次,骑士难逃,已允了与他一树,却才自海上求方,便有三道,众神仙都没有本事。 弟子因此至心朝礼,特拜告菩萨,伏望此米,伏此一方。 已就唐僧早早西去,菩萨道,你怎么不早来见我,却往岛上去寻找。 行者闻得此言,心中暗喜道,造化了,造化了,菩萨一定有方言。 他又上前恳求,菩萨道,我这净平底的甘露水,擅置得先数零渺。 行者道,可曾经验过吗?菩萨道经验过的。 行者问,有何经验? 菩萨道,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圣。 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,放在炼丹炉里,制得浇干,送来还我。 是我拿了插在瓶中,一昼夜,复得青枝绿叶,与旧相同,行者笑道,真造化了,真造化了。 轰焦了的上能依活,旷死推倒的,有何难哉? 菩萨吩咐大众,看守临终,我却却来。 所以手托静平,白鹰阁前边巧转,孙大圣随后相从,有失为证。 十曰,玉豪金像是难论,正是慈悲就苦尊,过去劫逢无够佛,至今成得有为身。 几生玉海成清了,一片新田绝点尘,甘露九经真妙法,管教宝树永长春。 却说那观礼大仙与三老正然轻化,呼见孙大圣暗落云头,叫道,菩萨来了,快接,快接。 慌得那三星与镇园子共三藏师徒,一起迎出宝殿,菩萨才住了祥云,先与镇园子陪了话,后与三星做礼,礼必上座。 那劫前,行者引唐僧,八戒,杀僧都败了,那观中诸仙也来拜见。 行者道,大仙不必迟疑,趁早尘射相安,请菩萨替你治那什么果树去。 大仙躬身谢菩萨道,小可得够他,怎么敢劳菩萨下家? 菩萨道,唐僧乃我之弟子,孙悟空冲撞了先生,礼当赔偿宝树。 三老道,既如此,不须迁讲了,请菩萨都到园中去看看。 那大仙疾命逝去相安,打扫后园,请菩萨先行。 三老随后,三藏师徒与本观众先都到园内观看时,那棵树倒在地下,吐开根线,夜落之窟。 菩萨叫,悟空伸手来,那行者将左手伸开。 菩萨将杨柳枝占出坪中甘露,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。 叫他放在树根之下,但看水出围度,那行者捏着拳头,往那树根底下揣着。 须于,有清泉一望。 菩萨道,那个水不许犯五行之气,须用玉瓢咬出,扶起树来。 从头浇下,自然根皮香合,夜长牙生,至轻果出。 行者道,小道士们,快取玉瓢来。 朕园子道,贫道荒山没有玉瓢,只有玉茶盏。 玉酒杯,可用的吗? 菩萨道,但是玉器,可咬得水的便霸,取将来看。 大仙疾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个茶盏,四五十个酒盏,却将那根下青泉咬出。 行者,拔剑,沙僧扛起树来,扶得周正。 拥上土,将玉器内甘泉,一欧欧捧菩萨。 菩萨将杨柳枝细细洒上,口中又念着精咒。 不多时,洒进那咬出枝水,见那树果然依旧青绿叶阴森,尚有二十三个人参果。 清风,明月二童子道,前日不见了果子时,颠倒直数的二十二个。 今日回生,怎么又多了一个?行者道,日久见人心。 前日老孙只偷了三个,那一个落下地来。 土地说这宝玉土而入,八戒指上我打了偏手,雇走了封信,只缠到如今,才见明白。 菩萨道,我方才不用五行之弃者,知道此物与五行相畏过耳。 那大仙十分欢喜,急令取金鸡子来,把果子敲下十个,请菩萨与三老附回宝殿。 依则谢老,而来做个人参果会。 钟小仙碎吊开桌椅,铺设单盘,请菩萨坐了上面正席。 三老左席,唐僧右席,朕园子前席相陪,各识了一个,有识为证。 识曰,万寿山中古洞天,人参一暑九千年。 灵根献出芽之笋,甘露滋生果叶泉,三老喜逢结旧气,四僧幸遇是前缘。 自今会服人参果,尽是长生不老仙。 此时菩萨与三老各吃了一个,唐僧使之士仙家宝贝也吃了一个,悟空三人一个吃一个。 朕园子赔了一个,本官仙众分吃了一个,行者才谢了菩萨回上普陀眼,送三星净转棚来抖。 朕园子却又安排输酒,与行者结为兄弟,这才是不打不成相识,两家合了一家。 师徒四众,喜喜欢欢,天晚些了。 那长老才是有缘吃的草还丹,长寿苦挨妖怪难,毕竟到明日如何作便,且听下回分解。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。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,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,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,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。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,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。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,请不要吝啬的,记得订阅这个频道,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目沟。 转发了,打开旁边小铃铛,就这样子,你会打开旁边小铃铛。 转发了,打开旁边小铃铛。